番茄怕鸡蛋怎么做才好吃 今天再教你一招 浇嫩入味 烫至浓郁 首先在盆里打上几个鸡蛋 什么也不用加 搅散就可以 形容是烫掉外皮后切成小块 不讲究形状 切小一点容易炒出味道 这个菜也不用强过 切点小葱花 最后点缀颜色 接着锅里烧油 冒烟以后再倒入鸡蛋 用手勺把蛋液往四周淋入 修饰一下形状 要是开大火 就要不停地晃动 使鸡蛋均匀受热 如果你懒得晃动 咸费劲就开小火 相对来说 开大火是为了让鸡蛋熟得快一点 看鸡蛋的凉面 都煎成焦黄的颜色 先放在露勺里 然后锅里放底油 再把西红柿放进锅里 顺便放上一点番茄酱 让西红柿的味道更浓一点 颜色也红润 多边炒一会儿 把西红柿炒烂 然后多加一些清水 鸡蛋比较细致 水得量 别太少 撒上白胡椒粉 少许生抽 一小点白糖 食盐 鸡精 搅拌几下 使味道均匀 再把煎好的鸡蛋 放进锅里 因为这个水 加的比较多 可以开大火 让汤汁和味道 渗透到鸡蛋里面 时间上 有30秒钟就足够 然后淋入生分水 够浅 让汤汁的味道 再浓郁一点 像这样荒动就可以 尽量别翻烧 容易把汤汁翻出来 看汤汁收的差不多了 出锅即可 胶嫩入味 汤汁浓郁 一道番茄趴鸡蛋 就完成了 最后把小葱们 撒在上面 点缀颜色 这个做法 也算是一个 西红柿炒鸡蛋的改版 同样的食材 不同的烹饪方法 却能带来 不一样的口感 也没有什么 技术含量 如果喜欢 可以一试